西方議員 因應氣象局宣佈今晚9點 又鐘時認識公布遲來 所以民國和民國的重心 也在今晚9點中 是公布全連在 另外關於公布園到來 我們那個低瓦地區設定的計劃 現在已經在執行中 剛才通過資訊平台 看到市區市面的一些情況 也聽了在座各位同事的匯報 大體上來看 我們應對颱風山竹的系列部署 只是有罪推進 部分低瓦地區陸續疏散 撤離的居民 已經開始進行 各部門的同事 亦已就位掩陣以待 我們以保證居民安全 為我們最高的宗旨 會緊密地注視颱風山竹的變化 以及市面出現不同的情況 隨機應變 採取一切可能的辦法 降風救險 照目前的預報 這個颱風存在登陸地段 向東調整的可能 亦會影響到比較嚴重的是 珠三角地區 對珠江口和澳門的影響 甚至比昨天的預報更大 為此 我們整個政府將全力 應對這個超級颱風 除了民防外 我早已指示各位思想 要做好系列的預防工廠 密切注意社會因台風關係可能出現的 不規則情況或謠言 是及時能夠糾靜澄清清 確保市民日常生活所需的供應 保障社會秩序的穩定 公告服務 公認公司 亦啟動應急的河岸 共同抗風暴 我呼籲港大居民做好防風準備 打風期間留在安全位置 特別是避免停留在低華沿岸地區 設計要留意到政府的公佈 正確消息 切惹聽取謠言 大家一齊齊心合力 保持這個市面的穩定 特別今天部分的地區 是第一次採取疏散撤離的工作 過程中是指導居民亦發揮了 澳門人守望相助的精神 有罪跟隨積極配合工作人員的指示 使行動能夠順利完成 確保他們的安全 在這裏我亦要勉勵所有的同事 不論後勤前線 繼續共同努力 是對抗颱風 發揮好我們的經驗、專業的精神 堅守崗位 迎難而上 以我們最大的責任心 共同努力 擔當保護我們澳門這個家園 再次多謝大家所付出的努力 請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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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多謝大家